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条片中,我们将会看看一些很特别的想法 我们会研究恒星的圆形轨道、速度、速率和轨道半径 在开始之前,我们会学习速度和速率之间的分别 哪些测量值可以告诉我们的速度呢? 那么速度和速率之间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它们都包含着速率的上识 速度是既定方向上的速率 在游乐场里面的设施,你们的速率和速度都会不断地变化 飞机一圈又一圈地飞行又会跌 飞机可能以固定的速率移动 但是由于它的方向不断变化,所以速度也会不断地变化 速度的变化会导致加速度 因此,圆周运动也会有加速度 即使物体的速率固定不变 那么速率和速度又对行星做了什么呢? 在太阳周围的行星大多数都有近似圆形的轨道 因此,行星的速率会保持肯定 不过由于方向改变了,速度也会改变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想像一名足球运动员 他试图会转弯,他的脚踩入了地面 会提供一个能够使他改变方向的力量 如果地面很湿,他的脚就会滑,然后就会沿着直线,一直滑后 因此,对于在圆形路径装移动的物体 必须有固定的向心力作用在这个物体的中心 看下这辆回旋处在行驶的汽车 在这里看到车胎紧紧地捉住地面 提供了作用力使它可以改变方向 而在潮湿或者结冰的路面上 没有了转动的力,那辆车就会一直向前挽行 万有引力可以给到行星和大大小小的卫星保持在轨道所需要的向心力 尝试摆动连接到条绳上面的球绕着头顶转动 条绳将球拉入圆周轨道 但是,如果松开条绳,没有了向心力作用 那波就一直保持直线运动 现在,将你自己视为太阳,将球视为行星 没有了重力的话,行星就没办法停留在轨道上面 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越短,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就越大 如果它们之间的作用力变大的话 那,物体必须用更高的速度运动 才可以平衡更大的万有引力 如果不是的话,行星就会向里面旋转之后撞向太阳 那就是意味着这些轨道上面的天体 例如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这些行星 会比海王星和天王星这些大轨道里面的天体 运动得更加快 现在,这个想法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特别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